越南抗议脸书从中国的图上移除西沙南沙标示 社群网站脸书、Facebook、广告专业的图将西沙和南沙两个群岛标示为中国领土 遭到越南方面抗议与要求改正后 已从中国的图上移除这两个群岛的标示 越南网友最近发现脸书广告专业的地图 江西沙和南沙两个群岛 越称黄沙和长沙 标示为中国领土 对此表达不满 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应 当的媒体报道 越南广播与电子讯息管理局掌握脸书的图上有关黄沙和长沙的错误后 2日向脸书致函 指出此举言众违反越南有关提供 使用与管理线上资讯与服务的规定 要求对方迅速改正 报道说 面对越南方面的抗议 脸书当天已作出改正 从中国的图上移除西沙和南沙两个群岛的标示 脸书代表回应越南方面时表示 这是技术性的错误 这张的图不是脸书制作 而是由另一单位提供 越南广播与电子讯息管理局副局长黎光自由 Eliquantus Deidu 说 这是越南肯定对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拥有主权的胜利 Eliquantus Deidu